男孩戴着面具讨要糖果 但老太太却以昨天才是完圣节为由拒绝了 男人见状只好晾了晾身上的家伙 老太太顿时脸色骤变立刻热情了起来 不仅给他们拿了一大堆食物 还额外赠送了厚厚一打钱 从未见过如此热情好客之人 男人提醒男孩多少该表示一下 你可能以为他们是夫子 但其实男人是劫匪 小男孩是他的人质 男人不起昨天晚上才跟育友一起刚刚越狱 他们本想找点无资尽快上路 没想到育友却见色起义 本来只是打算到女人的家里找点吃的 当得知他的家里没有男人 育友一把将女人拉入怀中 想要趁机占点便宜 儿子听到动静过来查看 刚走上前就被育友一巴掌扇倒在地 不其上前一脚将育友踹飞 育友的枪正好掉到了男孩的跟前 不其既没有理会育友的职责郁曼 也没有立刻上前去抢枪 而是鼓励小男孩把枪捡起来 并让他拿枪对准自己 还没等育友搞清楚不其这是要干嘛 听到动静的大爷拿捏枪赶了过来 不其见状一把夺过枪挟持了小男孩 为了能够顺利逃出去 不其把小男孩当作人质带上了车 育友因为被扫兴和被揍都十分不满 不是拿枪朝路边的谁他发泄 就是拿车上的小男孩撒气 甚至还仗着手里有枪对不其说威胁的言语 听到这不其打算好好教他做人 他让小男孩俯好方向盘 然后把身子探到了后面 还没等育友反应过来 酷吃一拳就打断了育友的鼻梁 并顺时把手枪也拿了过来 这让育友更加的不满 对他叫嚣我一定会宰了你 然而不其却对此不以为然 因为他非常清楚育友的那点能耐 在经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 不其打算去采购点物资 为了能让育友听话老实一点 他把枪交给了小男孩 让他拿枪对着育友 并提示他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开枪 这边不其刚下车离开 育友就动起了外心思 虽然智商和武力上比不上不齐 但是对付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 还是绰绰有余 看着连枪都拿不稳的小男孩 他先是对他各种语言攻击 甚至嘲笑他拥有一个迷你的小弟弟 就在小男孩愣神的功夫 育友一把抢过了小男孩手里的枪 正当他一脸得意的时候 却发现枪里根本没有一颗子弹 原来不其早就撩到了育友会这样 没想到昨晚没有占到女人便宜的育友 这是又对面前的孩子起了外心思 好在小男孩比较机智 一口咬破了他的耳朵后 快速拿枪跑了下去 前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不是被大人做就是被小孩咬 他快速追到玉米地 打算给小男孩来一堂精彩的人生教育 小男孩借助身体优势在玉米间逃窜 玉友也俯下身子开始查看 另一边购物回来的不情没有看到他们 只见玉友正在玉米田里猫着腰前进 一会的功夫精疲力尽的小男孩 吓得蜷缩在地上 听到动静的玉友快速赶了过来 本以为终于抓到了小男孩 可当他扒开眼前的玉米却惊呆了 竟是不起拿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原来是他提前一步找到了小男孩 此时的玉友依然依脸的嚣张 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可当看到不起手里的子弹 玉友彻底傻了眼 赶忙带着祈求的语气说 我们可是好兄弟啊 便利店老板听到动静跑出来查看 当不起知道他店里没有电话 你最好赶紧回去老师躺着 等我们走远了再说 手无寸铁的老板面对手里有枪的不起 只好乖乖地听话照做了 看着被侠得瑟瑟发抖的小男孩 不起并没有强迫他立马上车 而是温柔地询问他要不要一起走 小男孩看了看着人生地不熟的四周 只好答应了 两人继续踏上了逃亡之路 不起对这个小人之不但没有任何虐待 还贴心地为他开了一瓶汽水 此时的小男孩依然十分地害怕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不起 你会杀了我吗 不起连忙表示绝对不会 如果要让我选一个人做兄弟 那个人绝对是你 而不是刚才那个被杀的人渣 为了彻底打消小男孩的疑虑 不起把他们的车子比喻成是光机 你是领航员 我是船长 车子的前面是未来 后面是过去 如果想要快速到未来 只需要猛踩油门 如果想要生活慢下来 只需要轻踩刹车 当把车子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 一番话让小男孩有点似懂非懂 但却很好地消除了他恐慌的情绪 继续前进中 不起发现了不远处的一辆福特汽车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很喜欢福特 也许是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 不起打算把手里的车换成一辆新的 他让小男孩过去给他探谈路 去看看车上有没有钥匙 小男孩不愿偷东西 而难过地低下了头 不起并没有勉强而是温柔地说 我很高兴你能当我的领航员 这让小男孩顿时又来了精神 毛着腰以溜烟就跑了过去 幸运的是车上既有钥匙也有收银机 而返回的小男孩却始终捂着小弟弟 还询问不起这附近有没有加油站 我想找一个厕所 好尽快解决一下小便 不起告诉他这里是大自然 你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方便 听懂的小男孩站在路边就释放了起来 不起去查看汽车 看到边上有凉晒的衣服 正好身上的衣服也该换洗了 他就大摇大摆地上前说了起来 就算是主人发现 他也能淡定地跟他打招呼 手里的动作却依然没有停下 当主人发现不对赶了过来 不起快速回到车边把东西扔到车上 迅速发动汽车之后 又把小男孩从窗户拽到了车上 虽然他们的速度很快 没想到男主人也快速追了过来 他死死地扒着车窗不愿意放手 就算是不起辆出了枪依然没用 也许是担心不起再次开枪伤人 小男孩上去就给了男主人一口 松手的男主人在地上连摔几个跟头 小男孩一脸担心地回头查看 看到男主人没事才放下了心来 继续前进中 不起跟小男孩聊起了父亲 当得知他从小都没有见过父亲 这让不起更加感觉遇到了天涯沦落人 我们都长得很帅气 我们都很喜欢喝汽水 我们都有一个废物的老爸 听到这小男孩有点不开心了 因为妈妈说等我十岁爸爸就会回来的 不起告诉他你的妈妈骗你的 你爸爸根本不会回来了 小男孩听到失落地低下了头 不起对小男孩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学会独立自主 只有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经过一个小镇商店的时候 不起打算再次采购点物资 再顺便帮小男孩买上裤子和鞋子 来到商店后不起选了一些绳子和工具 小男孩却对一套小精灵服侍着了迷 并且戴上面具跟售货员玩起了游戏 此时商店外的巡警发现了他们的车 并迅速拿起对讲机汇报给了同事 他们打算先用警车堵住不起的去路 然后再等周景赶过来处理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不起的通缉消息 老板注意到了商店里的他们 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不起看到给了老板一个最好不要的眼神 接着便拿起物资走出了商店 刚一出门他就发现了不远处的警车 他边掏墙边快速回到车上 到车上才发现小男孩还没有回来 此时一让警车已经听到了屁股后面 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起快速发动汽车 一脚油门就撞了上去 把车上的警察撞得一脸的猛逼 直到警车被撞得不能动弹 不起才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不起知道小男孩肯定还在商店里面 就开着车子在外面兜圈 另一辆警车想要开车拦截 结果又被不起一脚油门撞进了房里 等警车完全不能动弹之后 不起先是一个漂亮的摔尾 然后快速停到了商店门口 这次他依然没有强迫小男孩 要不要上车由你自己决定 小男孩简单思索后快速爬上了车 售货员大骂你们肯定跑不了的 不起不忘扑持一枪跟他们告别 随后便以脚油门扬长而去 接着大辆的警车开始了追捕 碧绿的草坪上一间秀气斑斑的小屋 不起开着车子躲在了小屋的后面 他让小男孩换上刚买的新衣服 然而小男孩却不为所动 这时不起才发现了小男孩衣服里藏的东西 是一套精美的小精灵套装 小男孩羞愧地低下了头 本以为不起会把他训斥一顿 没想到不起却让他穿上吧 不起说虽然偷窃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又没有钱 我们就需要暂时借用一下 这叫例外 虽然道理是听懂了 但小男孩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原来他是害怕不起看到他的小弟弟 因为昨天欲有嘲笑他很小 这让不起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他查看后告诉小男孩 看起来一点都不小 并且对你的年龄来说刚刚好 这顿时又让小男孩喜笑颜开 看着追捕的警察快速开过去后 不起又开车跑向了相反的方向 路上不起让小男孩帮忙看地图 还只夸他是个很好的领航员 看到对面来了一个奇怪的车子 不起还不忘按喇叭跟他打招呼 对方听到后也不忘回应 就在车子交回的瞬间 车上的女人发现了车上的小男孩 当意识到那正是他们正在追捕的车子 司机一个猛然掉头便追了上去 当不起发现后面追来的车子 先让小男孩到后座趴好 接着便夹大油门冲了出去 先是一个猛然转弯进入小路 接着又一个急转弯冲进了草地 由于皮卡拖着沉重的房车 所以正常速度不能超过65英里 然而争强好胜的司机可管不了这么多 一脚油门就冲了上去 不管是急转弯还是进草地 司机都表现得毫不犹豫 不幸的是刚进入草地房车就脱钩了 接着房车以无人驾驶的状态冲进了树林 最后撞到一棵树上才算停了下路 只是车内的人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大美 成功逃脱的两人却在路边停了下来 前面是一条修了20年都没军工的路 接下来他们是继续开车还是徒步 不其让小男孩做选择 这趟的目的地是去阿拉斯加 小男孩本来还说挺喜欢走路的 但听到距离超过2000公里后 一连猛逼 检查物资装备发现已经不够 不其打算以万圣洁的名义带他去找点吃的 当听到要去玩不给糖酒捣蛋的游戏 小男孩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的妈妈从不允许他玩这个 理由是这违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不其灭掉手里的香烟问小男孩 我不问你妈也不问耶和华 我就问你要不要玩 小男孩简单思索后点了点头 然后快速跟上了不其的步伐 小男孩想要牵住不其的手 不其看了看却直接挣脱了 不放弃的小男孩再次牵了上去 不其再次习惯性地挣脱 当第三次的时候 不其才真正地接受了小男孩 等他们来到农场主的门前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在不其身上手枪的威胁下 老太太不仅给了很多吃的 还额外赠送了厚厚一打钱 吃的之后他们继续前进 当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 不其停下车走上前查看 这里果然早就有了警察的卡点 就在不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车上的小男孩不小心捧开了手刹 车子从小坡上快速滑下 小男孩吓得不断大喊不其的名字 不其见状赶忙提示他去踩刹车 然而分不清刹车和油门的他却按中了油门 车子一溜小跑又爬上了另一面卸坡 好在小男孩最终反应过来踩中了刹车 车子稳稳地停在了半山坡上 这一番操作把草地上野鹰的一家吓得不轻 不其上前跟男人打招呼 男人声称刚才吓坏了 毕竟自己车才买几个月 这让不其突然悠有了主意 他谎称自己车的刹车坏了 希望能够搭个便车 就在他们交贪的功夫 车子又从山坡上溜了下来 不其大声提醒他踩刹车就好 并且直接站在了车开过来的方向 就在要撞上不起的一瞬间 车子停了下来 这一番操操作成功赢得了野鹰一家的信任 接着他们便顺利地搭上了便车 警察过来搜查的时候 不其把小男孩拉到了身上 表现得就像是亲密无间的父子一样 就这样他们成功地通过了卡点 一家人在车上有说有笑 看起来很和谐 然而下一秒却出现了不对劲 小孩子玩闹的时候 不小心把饮料撒在了车上 父母的脸色立马就变了样 母亲不但对两个孩子一顿训斥 还领起孩子重重地摔在了座位上 并命令他们老实点不要再乱动 不要再弄脏刚买的新车 这让小男孩和不其很不满意 接着不其就打算给他们点教育 既然你们害怕孩子把车子搞脏了 那你们一家都别做了 我先借用家到时候会还你们的 临走的时候 男人还不忘提醒别开太快 那样会对发动机有影响 然而不其却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小男孩感觉他们一家很有趣 不其说这男人没有做无谓的反抗 也是一个顾家的好父亲 这正是男人最该有的品质 如果我杀了他 他们一家人该咋办呢 这话让小男孩又皱起了眉头 他不希望不其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继续前进的路上 不其好奇地问起了小男孩家的奇葩信仰 各种静止的东西让他感到十分惊讶 既不能过圣诞也不能过生日 既不能开派对也不能去游乐场 小男孩甚至都没有吃过棉花糖 也没有坐过云霄飞车 这让不其感觉很不可思议 他告诉小男孩你拥有这些权利 为了让小男孩体验下云霄飞车 直接把小男孩放到了车顶上 小男孩开心地振臂欢呼 这是他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体验 兴奋地让不其快一点再快一点 因为白天房车损坏 局长他们不得不原地等待救援 面对冷情寂静的夜晚 炙热跳动的火焰 局长聊到了不其的过去 不其的父亲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 每天酗酒后就会打骂他们母子二人 这导致不其对小孩子受欺负一场敏感 其实不其的本性并不坏 只是多少受他父亲的遗传 有时候坐视有点极端 另一边不其两人来到了一家餐馆 老板娘看着精壮的不其不经产生好感 二人眉来眼却很快就搅合在了一起 不其把小男孩支开准备好好享受一番 但出于好奇 小男孩透过玻璃看起了他们表演 为了不让小孩子的精神世界受到污染 不其只好一直住着内心的欲望 连夜开车离开了这里 路上小男孩被他们奇怪的举止逗得哈哈大笑 他小小的年纪又怎会懂得成人的礼仪呢 不其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把车子开进了一片玉米地 想再次凑合一碗明天继续上路 停下来的小男孩突然说想回家 不其问他白天为什么不留在店里 小男孩说因为偷了店里的东西 被抓的话就会进监狱 妈妈说进监狱的人都会下地狱 然而对于刚从监狱出来的不其来说 进监狱跟地狱并没有什么不同 看小男孩情绪失落 不其承诺一定会尽快送他回家 听到这小男孩又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不其让小男孩列一份冤枉清单 主要写一直想做但母亲不让做的事情 他想在分别前景当满足小男孩的冤枉 在柔和的夜风中 两个人欢声笑语地畅谈着 此刻不其的内心宛如身边一颗颗玉米 虽然会有些不安的随风飘摇 但却有着极为坚固的根基 这是突然遇到强光心 小男孩赶忙咬醒了熟睡的不其 强光照射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也看不清状况 看着有个人硬朝他们走来 不其赶忙把枪窝在手里并小心翼翼上了躺 男人自称马克为着快递的农场主工作 得知他们只是想在这里休息 马克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去 看着后座疲惫不堪的小男孩 不其答应了马克的好意 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继续上路 没想到他们的旅程却就此止步 次日马克妻子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工作回来的马克跟孙子打招呼 孙子只是没及时回应 就挨了马克狠狠地一巴掌 这让不其顿时一惊 考虑到昨晚他的热情不其并没有说话 饭后看到客厅不错的留声机 不其放上一曲经典的老音乐 拉着房间的女主人跳了起来 就连两个孩子也被他们感染 手拉着手便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大家全都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时 突然不其听到了房间内的收音机 马克正在听他们被通缉的消息 手里还握着一把小刀时刻防备着 不其上前关掉收音机拿过小刀 沉默一定会立马离开不会找事 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小孙子拉着不其想跟他玩游戏 马克害怕孙子有危险让他立刻回屋 小孙子在等不其的回话并没有听到 马克上前拽过孙子啪啪90几巴掌 这次不其再也受不了了 他上前狠狠地给了马克一巴掌 又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 然后拿枪对着他脑袋指问 为什么要打孩子 这操作把一旁的小男孩吓得瑟瑟发抖 不其让小男孩拿枪对准马克 接着带小孙子玩起了游戏 连续几次之后 不其又拿枪威胁马克对孙子说我爱你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马克不得不照做 把音乐开到最大声 不其又拿枪做到了马克的跟前 女主人害怕地不断念导词 为了让他安静一点 不其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 这一切都被小男孩看在了眼里 意识到不其可能会再次杀人 他捡起地上的枪对准了不其 不其刚想上前跟他要过来 好在这一枪并没有伤及要害 不其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小男孩却满脸泪水地跑了出去 他把手枪扔进了水井 车钥匙扔进了草丛 不其挣扎着好不容易来到门口 看到他们被绑的一家 不其又回头把小刀给放到了桌上 接着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跟在小男孩身后 他不但没有怪罪小男孩还夸他是个英雄 也许明天的新闻头版头条就是你救了马克一家 其实我并没有打算杀他们 我这一辈子也就杀过两个人 一个是伤害我母亲的人 一个是想要伤害你的人 不其提出想要跟小男孩谈一谈 害怕受伤害的小男孩爬上了一棵大树 不其凉凉呛呛地来到树下 从兜里磨出了父亲给他的明信片 上面还有父亲给他写的话 阿拉斯加是个美丽的地方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过来 这也正是不其此次旅行的目的 虽然他恨父亲但也希望得到父亲的爱 看着身体虚弱的不其贪导在地 树上的小男孩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他从树上爬下爬在不其身上给他道歉 接着又把不其从地上拉了起来 还没等两人聊上两句话 大量的警车赶了过来 警察们全都是鹤枪实弹 局长拿起大喇叭开始谈判 狙击手架起了狙击枪 小男孩的母亲也赶了过来 看小男孩要回家了 不其打算再带他玩一次不给糖球捣蛋的游戏 他让小男孩戴上面具 声称只要警方拿出糖果就放小男孩过去 警方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脸猛逼 但出于对小男孩的安全考虑又不得不答应 不其拿出小男孩的冤枉清单 让他的母亲答应上面的每一件事情 等母亲说出答应的话后 不其把身上的钱全都塞给了小男孩 并让小男孩举起双手走向警车 大喊导弹还是糖果 当小男孩举着双手走向警车的时候 不其开始忍着剧痛爬向相反的方向 他不想让最好的朋友看着自己死 意识到不对的小男孩突然停了下来 母亲焦急地不住大喊快跑 没想到小男孩却快速跑向了不其的方向 他追上不其问他们会杀了你吗 虽然不其并没有回答 但小男孩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他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不其 抱住了给他短暂快乐的朋友 两人跨越了年龄彼此没有了遗憾 小男孩把不其从地上拉了起来 大手牵起了小手 这次他们打算一起面对 看着劫匪和人之手拉着手往回走 所有人都被搞得一脸猛逼 局长知道不其并不是一个坏人 于是卸下身上的枪打算上前看一看 并叮嘱狙击手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双方走到不远处的时候 不其表示我在跟小男孩说两句 他从后面口袋掏出爸爸的明信片 本想着我不能去你可以带我过去 结果却被狙击手当成了他要掏枪 完全不顾局长的眼神直接扣动了扳机 中枪的不其缓缓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小男孩从他的手中接过明信片 接着便被母亲带走 做上了回家的直升机 他塞给小男孩的前被直升机一吹 从他那被撕破的小精灵戏服的破洞中露出 分散到天空飘落到草地 另一边不其正悠闲地躺在那里 微风吹动着碧绿的青草 阳光温暖地洒在不其身上 他正在静静地感受着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 完美的世界是由克林克伊斯特·伍德知道 凯文科斯特纳和TJ劳瑟主演 上映于1993年的美国剧情电影 这个世界真的完美吗 不起本性善良最后却被误杀 小男孩本该拥有的快乐童年被母亲掠夺 不起所追寻的阿拉斯加或许不是目的地 对他而言这一场逃亡之旅才是完美的 他构建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世界 在这里他有个爱他的父亲在阿拉斯加等着他 他还有一个儿子一样的小男孩陪伴着自己 小男孩本有很多次机会逃跑 可不起总有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吸引着他 两个孤独的个体走到了一起 在迷失中互相救赎 他们把汽车当作时光机 肆意穿梭在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不起越来越靠近自己心中的阿拉斯加 小男孩也终于做了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 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二人的美好旅途时 导演安排了一场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戏码 小男孩不愿意看到不起再次伤人 他学着不起教给自己的开枪动作 亲手击中了像父亲一样的不起 整部电影的基调一下子升了起来 负伤的不起并没有责怪小男孩 两个人最后的相处时间平静而又温馨 不过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完美 不起在八岁时射出的那颗子弹 终于在多年后正中了自己的眉心 片尾不起倒在草地上身边是精灵面具 直升机掠过带着地上的钞票起舞 而这时不起已经安然睡去 在梦中抵达了自己内心的那的完美的世界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